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 刘晨 我是特别紧张 压力三大 我一上来 你是不是都不紧张了 你是不是都放松了 不是放松了 就是我实在没找到理由 比如说韩教生老师来 弥补就是我的经验的不足 是是是 就是一位长者智者 然后呢 比如说书越来 俊男美女组合 颜值的不足 你上来是 弥补你身高的不足 你这还 这还用我说吗 你自己看 刚才书越往这一站 你说你离得很远 对不对 你不自信了 我以来你马上自信了 是不是 那这 刘晨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刘晨来自北京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 普通的教师 今天不是主持人专场吗 你别着急 我的语速没有韩老师那么快 四面证 韩老师慢点 别着急 我说完你就知道了 黄金大舞台 有了迷子有来 使今次总会发光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刘晨 欢迎来到 黄金100秒 还行吧 当然可以 还可以 这开场应该是 从咱们戏曲频道过来的 没错 没错 不过我呢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因为我呢 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持人 我是因为长期参加 咱们这个戏曲频道的 这个嘉宾主持 算您半个同行 所以就是您 您最开始就是普通的票友 不不不 我是一名专业的京剧老师 专业的京剧老师 对对对 但是最开始是参与节目的录制 后来参与 觉得我太有主持天分了 就聘请我作为嘉宾主持 言外之意就是特别能抢戏 抢来抢去就把主持人饭碗给抢 没有 对不对 现在在咱们戏曲频道主持什么节目 之前主持过李远闯关我瓜帅 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出自那个咱们电影频道的嘉宾主持 是当时人家看上我这个表演的天分了 电影频道有一档栏目叫爱猜电影 主持之后呢发现说你这个主持不错呀 我那是第一次触电 说你可以接触电视吗 我觉得对 通过更大的媒介能够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特别高兴 后来那个节目也就没了 你怎么知道的 就是这回我的猜 你还节目的黄 我一猜就是 既然刘晨呢 这个是戏曲的老师 就是来得也很好 因为我们这个舞台上 还经常还有这些票友 或者是专业的戏曲学校的学生 或者老师来挑战 有时候给我们这个讲的一些 专业的戏曲知识的时候 我们还真是不是特别懂 所以每次我们也当做一次学习的机会 多有必要 对不对 你想黄金100秒是什么舞台 妇辱皆是老少嫌疑 价格不贵 不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平台特别大 关注的人特别多 在这个平台上 如果推广我们的国粹京剧 那很多人就都知道了 那既然你来这儿当主持人 就和他们其他几位不一样 给大家简单唱两句好不好 那当然可以了 而且我跟你说 我这一唱啊 跟他们都不一样 每次参加咱们黄金100秒的戏曲演员 恐怕您熟悉的 他只有一个行道 大家知道戏曲有四大行道 生但敬丑 对吧 来的演员就说我是唱老生的 我是唱青衣的 我是唱花脸的 他只有一个行道 而我作为一名丑角教师 您知道丑角有多厉害 生但敬丑 丑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到这儿 我跟你说杨帆老师 我对你有意见 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意见 这个丑不是一定要长得丑 其实丑角只是一个行道 丑角的功能 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 无丑不成戏 因为在每一个节目当中 都可能多多少少 会有一个丑行的角色 虽然呢 我确实没在嬉笑学 但是呢 就是你们的行规 多多少少呢 我是懂一个 是吗 我还蒙不了他 你看 一个孩子 一个苗子 一定是师父来帮他把脉 对 孩子 你是轻衣的料 你是蛋卷 你这个嗓子 你这个条件 适合唱老生 对 对不对 孩子 你长得 跟长得没关系 请你忽略这一点 对吧 你不要让他打击我 我就问一下 师父第一次让你去唱丑 哭了几天 我就不想上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还真是这样 我小时候啊 会不会伤 就是也是 我最早学的是花脸 我小时候就很胖 虎头虎脑的 大花脸 多阳刚啊 多好 我特别喜欢 特有气魄 然后一考学校 老师说 哎呀 这个孩子 不是因为长得丑啊 不是因为人胖胖的 特别可爱 哎呀 学丑吧 当时我就不乐意了 因为 但是不乐意 不是因为丑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人家老生 花脸 包括蛋华 人家都有机会站在舞台正中央 有自己独立行当支撑的剧目 而京剧的丑角 基本上在舞台上都是腹壁作用 我们行话叫棒角的 所以就是不能够就当主演 等于说我在 都是配角 刚刚跨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就给你定性了 你这一辈子的行业 就不可能是主演了 你说我当时多失落 你有没有找哪个整形医院呢 对 哪个模样没有发现 就不要再强调这个事了 你觉得你和其他主持人比起来 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善于表演 主要是表演我们的京剧 推广我们的京剧 这样吧 刚才我光说不练说了太多了 没错 对不对 我要展示一下 说了半天圣诞镜丑 那这样我四个行当 简单的一一的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口气不小 简直一下 那么声行呢 因为四大行当其实是四大类 它在下边好很多细微的分支 比如说声行底下有老声 武声 红声 娃娃声等等 咱们要挑代表性的 咱们挑代表性的吧 在这个舞台上 为了显示我的功夫 咱们来个武声怎么样 好好来个武声 这是一根金箍网 这个是棍 在这个京剧 你小心点伤到你 在京剧 军舞台上这个棍的用法 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它既有刀的用法 也有枪的用法 您比如说 我们以右手为主力手 我们叫这个上把的话 我们这个花叫大刀花 你看 这是棍 但是它其实耍的是刀花 对吧 好 这叫大刀花 那么它也可以用左手 作为主力手的手 这叫提枪花 这个手说 看木龟鹰 用这个 这是一种枪花 那么真正这个棍的棍花 咱们熟悉了 这个金箍棒的持有者 齐天大圣孙悟空 它一个代表性的棍花 叫做皮猴 一只顽皮的猴子 练好这个猴的造型 雕手规避螳螂壁 但是它这个造型 像一只顽皮的猴子 这叫花叫皮猴 微妙微笑 把那猴子那种丑的感觉 演得简单 韩老师 您为什么要不要说一个猴子的丑 明明是美猴王 你非说是丑 这个话说的 确实韩老师有识水准 根本就没演出美 他演得像二十师兄 就是猴子 扛着爬着 这是生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武生 蛋呢 蛋孩呢 包括比如青衣 花蛋 刀马 舞蛋等等 那么这种青衣 青衣一般都是大家闺秀 那么大家知道 过去古代女子呢 叫行不露足 笑不露齿 这张淑月得上来学 可以可以 都来吧 女孩们 对女孩们都来学一下 这个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 都是各个电视台的青衣 对对对 都是青衣 咱们这个青衣呢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 会穿一个腰裙 我们叫做腰包 它是把脚挡住的 那么 两只手 水秀会把手指头盖住 也不要露出手来 那么 我们叫打偏秀 在身体的一侧 走的时候呢 要小步半脚掌 半脚掌 对 这么走 身体要恶挪一点 高跟鞋 高跟鞋 对 应该是脚后跟压脚掌 脚后跟压脚掌 对 然后到这儿 一偏秀 对了 比如说一说杨帆 真讨厌 不是真好看吗 对对对 如果说觉得杨帆 真好看 要表示你的这种爱慕之情 笑不露齿 刚才咱们学了这个行不露足 还有笑不露齿 不能 真好看 还是二师兄的 不成 要用手 就是这个水秀 把脸 就是嘴这块挡住 只露半面 油爆肥巴半遮面 一瞧 那儿有一个帅哥 真好看 不好意思 你看 把这个脸挡住 但是可以露出眼睛来看他 打一个背拱 跟观众说 他长得真帅 真帅 对 真帅 这还是二师兄的架子 好 这就是轻衣 谢谢 那接下来你看声 但静 静就是花脸 一般表现的是一些性格粗快 要不唱两句 可以 可以 我来一个这个这样 你个声吧 你个声 好 这个花脸呢 有三宝 叫吐火耍牙挖牙 好 但是吐火耍牙得借助道具 咱们来一个挖牙 就生气了 比如说你说我丑 我很生气 挖牙牙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但是你这不标准 好 这个挖 真正的挖牙牙 是个舌颤音 一生气 人反正说我丑 扎扎扎 扎扎 这气贫队啊 它是一个猴鹰的 舌颤音 对对对 这个是花脸 必须有代表性的一个 就是表现情绪 激动的女生 好 它丑了 是本宫了 刚才说的都是片面的一点一点 到丑这儿呢 我得表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小片段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这个丑觉呢 经常会有一种叫鼠板的念白形式 就是积节作歌 有节奏的 各位老师帮助我可以打一个节奏 就有点像挖鼓的意思 它是一个鼠唱的一个意思 好 咱们说一个颠倒话 好吧 杜林 树上接大桃 耗子得了一个大猎猫 猛唇下了一个天鹅的蛋 您说老姚不老姚 知县官瞎活道 坐着马 骑着轿 吹铜锣那个打喇叭 门楼拴在了马底下 东西的道 南北走 是狮子接前人咬狗 我拿起了狗 砍砖头 我倒叫砖头 我咬了手 如今车当的新闻事 是鸭儿眉拖着骆驼走 骆驼走 大老姨啊 瞅得可爱呀 谢谢大老姨 谢谢 谢谢就是带来的水来宝 不是水来宝 不是水来宝 我要鼠板 水板 对对对 其实跟水来宝的性质是一样 都是积极作歌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成为一名这个戏曲演员啊 他在台上 他是熟悉舞台的 是是是 而且他的表演 他的谈吐是有节奏的 是 他的眼神是能够抓观众的 这是你 其实这些年最大的收获 也是你作为主持人 其实一个 相对其他行当的主持人来讲 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 没错 因为我做过这个嘉宾主持人 我深深地知道 主持人其实特别的不容易 主持人有时候往往会被人误会 就像导演一样 你唱歌不行 舞蹈不行 编剧 当导演去吧 主持人往往也被人误会成这样 什么都不行当主持人了 比如像杨凡老师 也不是 很优秀的 很优秀的 就是其实对于主持人的各方面素质 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刘晨一来呢 其实有一点我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们俩之间的形象上 还是有一个反差 然后呢 刘晨一来呢 我就感觉我这边的面光啊 反射得比较强 自带补光 带补光灯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聊天的 这个过程也很愉快 接下来这样 无论未来我们能不能成为搭档 一起主持 好 首先请你代表我们电视机前那些观众 特别是学系的 唱系的 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想要挑战这个舞台的朋友 代表他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舞台 好不好 我以为是要给他们嘱咐两句 那你嘱咐两句 不用 我想说的是 我这么丑都敢来了 你们有什么不敢来的 是不是 对啊 对 好 你说就说了 最后咱们喊一下口号 登台挑战 好不好 好 来 三二一 是金藏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请准备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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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黄金一百秒计时期才能够 千古地王 永远万事 共国自由百姓业 一晚 永远万事 桃天的人还 刘晨啊 你真得好好感谢一下 我们的导演组 为什么呢 为了把你淘汰 也是煞费苦心 安排三位长成 那么难看的助演配合你 我相信如果没有 这三个人的干扰 就单凭你这些年的基本功 什么样的舞台都难不倒你 没错 所以我们终于抓到了把柄 现在就要离开舞台了 紧张吗 紧张 摆一个你认为 那个丑角里边 最帅的动作好不好 丑角里最帅 丑角里 刚才我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五丑最帅 啪 归春 三 二 一 走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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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